财经词典 欢迎您的收看 市场营销的手段总是层出不穷 但问题是只要能产生效益的 新的营销模式一出现 就必定面临着被复制被超越的可能 于是很多企业希望能够建立起 自己的这个堡垒来防止别人模仿 希望自己迅速壮大 并把竞争对手远远的抛在后面 这本身就是一种营销手段 壁垒营销 壁垒营销就是指企业在营销实践中 基于自身的资源与市场环境约束 构建的有效针对竞争对手的竞争门槛 以达到维护自身在市场中的 优势地位的营销活动 实施壁垒营销有利于向竞争对手 发出强烈的营销竞争信号 要么是提醒对手进入的风险太大 比如先进入者可能会与后进入者 展开鱼死网破式的市场争夺战 要么警告对手进入的成本太高 比如先进入者可以通过发动价格战争 切断后进入者未来可能的利润来源 进而有效的阻止竞争对手的蝉使 确定企业稳固的市场地位 表面上来看 实施壁垒营销更多的表现为 企业对存量市场的一种维护 而并非对增量市场的进取 似乎给人以保守的感觉 但其实壁垒营销并非仅仅是对原有市场进行 消极的保护 表面上似乎消极的手 实际上是为了将来更积极的进攻 那么所谓的壁垒营销 究竟怎么来设置壁垒呢 一个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自身优势和市场的竞争环境 将专利 价格 规模 垄断资源等要素 作为选择实施壁垒营销的角度 那么今天的节目 咱们来说说专利壁垒 20世纪50年代 施乐公司研发了影印机 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日本的佳能 李光等企业自然是不甘心放过这块大蛋糕 施乐公司为了能够独占市场 先后为其研发的影印机 申请了500多项专利 几乎囊括了影印机的全部部件 和所有的关键技术环节 在10年的专利保护有效期内 佳能 李光等企业 要想进入影印机市场的竞争 就极为困难了 在这个案例中 施乐公司采取的就是设置专利壁垒 来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申请专利保护的时候 一定要面面俱到 甚至要包括产品的外观 颜色和形状 比如保洁公司生产的海菲斯洗发水 就遭遇过这样的尴尬 一些仿冒者使用相当近似的颜色和包装 就连商品名称也好像是海菲斯的变形字 其实它的产品名字是海青丝 那是不是说一旦先进入市场的企业 设置了专利壁垒 别的竞争者就毫无机会了呢 当然不是 我们还是用失乐与佳能公司的竞争为例 面对失乐公司强大的实力 和几乎无懈可击的专利保护 佳能它没有消极的等待 但是也没有盲目的去正面对抗 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 这个失乐影音机的用户 存在着潜在的抱怨 比如价格太昂贵 操作很复杂 体积太大等等 于是佳能就专门研发了 小型的办公和家用影音机 并一举杀尽了这个市场竞争 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当然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方面 在警告着那些使用壁垒营销的企业 要注意对壁垒的维护与提升 要随着市场环境 竞争对手 消费者的变化等等 进行及时的调整 那么明天的节目中 咱们继续来聊壁垒营销的其他几种常见的方式 明天见